电人小S传出家暴之后呢 这个大动作带着老公在警察局门口召开了记者会 而这个这位前这个媒体人作家赵老大 在部落格上po了一篇文章 这个名字很耸动 叫做因为他欠揍所以才会有家暴 文章当中直接点名说小S遭家暴的原因 就是举止逾越了本分 吵的男人耳根子不得安宁 所以小S挨揍是迟早的事 带着棒球帽的先生 就是在部落格中点名小S被家暴 是活该的人赵老大 这一次因为引起家暴 这就是我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一个男人他不可能说 他说我记得这个事情 上海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这个女艺人说 我先我的丈夫都不管我 就是说他这样 这个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那个丈夫有病 小S开记者会澄清家暴事件 当天晚上赵老大也在部落格po上一篇 因为他欠揍所以才碰上家暴 内容更直接说小S被家暴有四个原因 女的有被虐狂 举止逾越本分 吵的男人耳根不跟安宁 任何男人都不能允许自己的女人 和别的男人逢场作戏等等 用字毫不掩饰挑明小S挨揍事迟早的事 男的贪色女的贪财 我讲这一对夫妻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他男的如果家里没有 没有金山银山堆在那里的话 娶得到他 那不是开玩笑 批评小S的文章受到网友踏罚 赵老大将云文删除 改po上另一篇女艺人家暴事件 进入第三天到底有完没完的文章 有一个客人 有一个读者了 那时候我那回想 这两天没有关 没有关 结果这一条就卡进来了 他说你要留点口德 75岁的赵老大本名赵穆松 曾经担任社会记者38年 退休后是部落格作家 也经营水饺店 但因为生意差改成宅配 其实赵老大受正义的不止这一件 四年前他就曾经批评主持人陶金银 在颁奖典礼上喷奶不要脸 如今又批评小S惹争议 赵老大的观点 果然跟年轻人落差非常大 终于新闻基博士网络方高层报道